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到神在这个时代的带领 其实是 没错了 那你就要理解一个事实 就是神的心意 其实他创造生命真正的目的 就是让生命发挥到极致 在一个很简单的生命当中 我们能够因为建立了神的形象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让我们认识神 跟从神 他能够做到主耶稣当年能够做到的事 而并且 我想让你知道 现在你所见的全世界时间将要结束 都为了去演好这一幕 这一幕在离间日子当中 我可以先跟大家说 我们会突飞晚进 我们会弱进到超乎常理下 那种的复径 那种的能力 那种的聚会模式 那种的分享 而这就是普京一直说的 新族类 新皮袋 将会出现的一个现象 神就会刺下他的身走 而那种的爆发性 那种的变化 会导致全世界 因为身走是代表了喜乐 全世界都会宽腾的 迎接这个復兴 而这个復兴是为了更加掩活了 神的形象那种的美好 所以换句话说 其实我们所见的时间的结束 根本本身就是为了生命的结束而存在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社会的变动 神可以说去报下各样的剧情 就好像你看到很好看的戏 里面不是说 一定绝对不是看到主角 由头到尾很沉悶的 在寫一些书画 又开始到结束 不是的 你会在那个过程当中 如果我们讲精彩紧张 精彩百出 我们会看到男主角最重要的 就是男女主角都在过程当中 无论在感情上 无论在财能上 都演变白飞晚进 能人所不能去到 由初初的 好像一个初歌 到最后 变成一个英雄那种演变 我们最着弱的 所以变成 你要看到现在 就算举世 你看很多的剧情 很多这些主作 都不会有一些主作 比我们中国人金庸所出的 就是很多的这些魔力小说 因为他就捕捉到这一样东西 就是你看到那个主角 是由初歌 变成一个英雄人物 所以你看到他 差不多成为货本 现在金庸的著作 原因是 因为我也看过外国很多的小说 都知道根本完全 我们中国来说 的游皎历史 真的值着中国人 在很多这些小说当中 也是值着金庸 发展得很好的 但问题是 当我相信主之后 我就理解了 这个就是神的心意 时间就当是一本小说的话 这个主角 其实是一代接一代的 这一班的余素 remnant 就是每个时代当中 爱主的人 他会离世 但问题是那几十年当中 延续给下一个接一排 但问题是 接到最后一刻的时候 就好像这个小说 根本是为了主角而写成 这个小说就是那个时间空间 我们讲的整本小说 不管金庸的天龙八卜 或者石雕英雄转 他本身的小说 你有没有留意 那个就是整个时间空间 但问题是 这本小说是为了什么存在 就是为了主角存在 顶姐妹 现在我们讲的时间空间 就快结束了 你有没有觉得 现在整个时间空间 好像都是在印证神 在带领我们 世界好像围绕着我们转 没错 就是所有小说到最后 就是这样结束了 现在时间空间就快结束 其实是为了在大结局当中 神去做一个轰天动地的事件 去荣耀祂 在永恒里面 有一套好戏 大家可以百看不厌 而并且还要用不同的角度去看 到时除了你们每个人 都从人的角度去看的时候 你们会尝试用神的角度去看整件事 现在我就想带领你们 用神的角度去看我们 现在时间的结束 和人生 因为你现在看见的话 你现在才可以跟到他做 现在才可以在带领下 你跟得贴 而并且知道神想训练你 去做些什么 就好像你要看这条海豚 它由初歌 慢慢借着这个想与佛 它知道要做这些动作一样 而越做是越复杂 越做越将几个动作连贯在一起 海豚一开始就会做这么多这些 这么复杂的动作 一连串的动作 不是的 它是首先个别分开去练 然后将组合 你有没有留意我们过去30年里面 有很多美丽的误会 我们分开不同地 去做过所有 现在我们在2012讯息里面 所说的整体的 这些动作 我们处过梁 我们研究过免费能源 我们知道医药阴谋 如果组合了一次过去做 这个就好像一只动物 在主人的训练之下 它是首先简单的分开 然后将它组合成在一起 去完成一个最轰天动地的公开表现 记住鼎子妹 你将这个复兴将要临到 你和我也有份 而我绝对知道 神现在的心意是为了什么 而这个小说就来终结了 这个小说就是我们所有的 现在现实的时间空间 全部都为我们而存在 我们要做一场好戏出来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一节圣经所说的 就是我们知道 一定要信有神 而且信祂上次那 尋求祂的人 所以变成鼎子妹 你用这件事就会捕捉 你尝试听完这个灾灾 你休息的时候 去想回这几年神 藉着这种想法 究竟想你做什么 带领你做什么 会否你做的方向需要少少微调 又或者甚至你刚刚初讯 你刚刚听了这些信息 你的方向可能180度要改变 对不对 没错了 就是因为为什么 因为神用这个方法 去制造一个大群体 整群人 去证明神是用我们 都可以打败撒旦 而实际上 又有钱 又有人手 又有军队 但为何圣徒可以跟祂增至三年半 有没有搞错 圣徒有什么在 我就是说这种级数 我就是说现在 神将要刺下的神迹 死人复活的能力 神同在彰显的荣耀 是大得很重要的 但祂不想到最后 所以我们因为不认识祂 我们在那个过程当中 叛倒 因为撒旦都一定会 用这个方法去做 所以你看到 在诞书里说 到时 会怎样 到时要少得辅助的时候 是有人用鲜味的说话 去打败他们 有人去鲜味他们 鲜味意思是说一些 的说话 去哄他们 去骗了他们的长子名分 就好像雅各 骗了以素的长子名分 用这种方法 去打败神的子民 竟然 为什么会 因为原因就是历史以来 撒旦都唯有用这个方法 去打败神的子民 因为 如果他这样 去杀神的子民的话 他举起重石头 他知道要死定 尤其是撒旦 但问题是 他知道用鲜味的方法 导致到 神的子民 将他自己的长子名分 去卖掉他的话 那就大件事了 就好像雅各 真的有长子名分 意思是说 整个旧约的利未记 就是告诉我们 长子名分 是可以传递的 如果你把责任交给其他人 人家可以拿起你的责任 我再说一次 拿起你的责任 成为长子 利未人就是这样 利未人是代替了 整个以色列人的头生 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 关于长子名分 是可以用这个方法 出卖的 而彼未人在过去几百年 都在做这件事 如果不是 在90年代 已经叫人不要借钱 不要借钱 因为你借钱 人家成为你的主人 成为你的主人 你的长子名分 自然就给了他 但是现在我们就看到 现在全世界拥有 反而控制世界 能力改变世界 能力审判世界 能力竟然是彼未人 原因就是他知道这个秘密 所以《弹以理书》第十一章 第三十四节 就这样说 他们扑倒的时候 就是说这些 到时在七年大灾难当中 这一班剩下的人 他们扑倒的时候 少得扶着 他有很多人用浅味的话 亲近他们 为什么会用这些方法呢 因为这个就是敌基督 为什么会用考验 而不是用枪 或者用武力 因为第三十二节 就这样说 装恶违背圣约的人 就是敌基督 他必用考验勾引 为什么要用这些东西呢 因为原来在属灵里面 敌基督是可以对他帮助人 任他如肉 要宰要宰要宰 要杀就要杀 但问题是 对基督徒是不行的 他一定要骗掉 他们的长子名分才行 所以为什么要看到 七年大灾难的时候 为什么会讲浅味 不是说 打仗 第三世界大战 瘟疫 粒粒乱 敌基督会用这些 用枪用子弹就可以了 不行 他就不可以 OK 所以弟兄姊妹 我想问你知道 为什么他到时 更加会做这件事呢 因为到时会有一种能力 释放得更加大 在我们被提前 会有更大的復兴 更大的能力 神会借着我们去做 借着教会整体性的示范给这个世界 去看见神究竟是多么伟大 神的掌管是多么重要 你要记住 这一本小说 写的主角就是教会 就是我们 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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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 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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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rd 我们就不会千篇一律地因为这样而失望 没有别人这些好处的东西 明明我们知道神同在石安教会 但问题我希望你知道 你无论去哪里的问题都没有改变 就是你的呼召仍然都是你的呼召 不可以是别人的呼召 所以你要做的是用这些圣经去跟从神 慢慢在当中去捕捉 像我那样去捕捉到神的心意 慢慢发展到神可以怎样去用你 希伯华书第十一章大陆节 人非有信,只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自爱上的西天门有寻求 念吻着我太淑顾念 知彼佑 谁顾着我 曾舍醉清构 永远我身边 人都离开错谋 天天太团有 念在构 神正已千串万流 心印着不透 永远我心上欠作物有 愿我给我话语指引 莫眼中悲悠 一夜共玩笑 多路不悠 我 后着等待 在眼中压怀我公喉 真爱是最伤心 最深含 温暴 咯 得出 再寻